我在美國的時候 特別去拜訪他的郭宇信郭先生 這些都是我們民主的選輩 其實作為一個台灣人 我真的以他們為榮 我們已經是七次一路走來 我們在國島上叫做總統 我想這個總統之前 總統打招企劃 我們也跟台灣人民 跟我們宜蘭的老闆 總統下社會 在裡面跟總統推薦來拜訪 拜託大家宜蘭 未來正經營到未來的全國 我們所有總統下社會 每次我們民眾社會 特地的團長 專領到老闆市場 在那中立委 主委員 來 祭厚望 因為剛才民主團長有說 我們民主這個活動 你們2514年一定到 256年 這三年的文章 我們如果爬死之後 專安排外 最好的是這官 超級的客氣 人家 本來無憂的 臺婆的傷口 非常誇張 做什麼 本來 如果在民進黨進來管 上台名 作為管長 候選的人 就定義他來准管長 不過 這個政権 似乎正常在佔話 所以我也要拜託 任建財主委 在這次 都讓你來選舉裡面 以後來做康徨 以後來冠冤 還有更好的角色 把所有民進黨裡面 再分析 意見 做一個政権 不是跟我們選舉的基礎 我想今天國家接見 要驚什麼 民間 發展 六十年的社會參與 特色 向我們人民的生農 我本身是一個官奧的政権 最先才有一十年了 我個人 從七年開始 開始換完 利用我休閒的時間 來管理 願愛 要保存你 來管理 疫情 我自己準備一個草民國 這裡有 當你跟我們聊天 我就要一百時間去做民進 社會來保護民主 民苦難 未來 我可以享受疫情的恐怖 不僅僅是一個儀式的新聞 我也會以民進黨議安館 總部主委的新聞 來所有黨員 東環 東京 把他作為參與 來作為社會公演 讓民眾可以更貼近民眾 來為民眾 再看一看 農情的我們在台灣是堅困心思 這個市區 他勇敢來勝當這個堅困的責任 我對他非常信心 我相信 一路他的表現 一定讓我們驚高信心 因為 黃建財之委 本身 是一個優秀的名義 他 行為議員 打造我們議員縣 唯一的公益平台 他做事非常穩健 用心 其實就是沒有政治經驗 但是 我看著他 對一面的疼心 用愛心 我覺得說 由黃建財議士 來帶領 於我們 民主黨的統合 不斷 可以警告 提醒我們的行政 警告也要提醒我們的建源 我們大家都知道 民對條件 難一點來做對破 沒有 民對條件 難一點來做對破 好嗎 謝謝